请问大家都可以看到我的画面吗? 好的,那我就先开始了 我们今天其实应该要先从Excel一个拿到数据 那我们该做什么事情来跟各位分享 最后会介绍到为什么要用枢纽分析 以及我们可以从枢纽分析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数据背后的知识 好,我是今天受课的讲师孙再阳 那因为上次我们已经把范例下载好了 我们就使用相同的范例来跟各位做分享 首先,各位因为下载好的范例呢 它应该是放在我们自己的电脑上面 那我怕说你可能没有 就是你可能换了一台电脑 所以你的电脑没有 所以我还是快速的去带一下下载范例这件事 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就麻烦请各位打开Chrome浏览器 然后在网址列这个地方请输入 https-goo.gl-ytzrxt 请注意这个r跟t要大写 好,那然后接下来呢 请各位要下载的是这个 他月17号以色尔商业数据分析 与图像建立 这个范例 好,不要点错了 就在这个地方 范例下载 然后请下载这一个超级市场2017 怎么下载呢 点左上角 左上角这个图示 我们就可以进行下载这件事 所以要麻烦请各位点选下载 然后接下来下载好之后 就是稍微等一下 如果你是第二次 就是说假设你点了两次 他就下载两个哦 如果你再又再快速点了两下 那就变成下载了四个档案 好,所以请你们注意一下 只要点一下就好了 我现在因为我已经之前下载好了 所以我这边我就不再做下载 好,只要点它 那我现在因为下载过了嘛 所以我就把这个档案关掉 好,那 我是不是把那个 请问一下 我是不是把刚刚那个 登入网址 我是不是关掉了 好像是哦 我再赶快 赶快加入 请问你们现在还可以看到我的画面吗 跟听到我的声音 哦,都有 好,不好意思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当然就是要打开这个档案总管 档案总管 然后 在下载这里 就可以找到刚刚下载的这一个档案 超级市场2017 好,那 好